像他的谈谈交通一样好笑呢 又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价值吧 接下来要上场呢 是一对刚刚组成的漫才组合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朋友王建国对漫才的喜爱 当他把张博洋祸祸完了之后呢 现在决定祸祸祸祸祸了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是 我们是 你看就是第一次组合就是有问题 要得解散吗 走吧 咱们从一来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日抛兄弟 我们这个组合是专门为了今天的专场临时成立的 仅限今天 所以我们叫日抛兄弟 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谁跟你好姐妹呀这是 咱俩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跟大家科普一些反诈的知识 揭露一些常见的骗局 吴迪 你鞋带开了 我妈妈在哪儿 我妈妈在哪儿 这都是常见的骗局啊 经常发生在朋友之间 你这都是恶作剧吧 也不是骗局啊 你就说常见不常见吧 光常见有什么用啊 你得跟大家说点有用的呀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一类真实的骗局 叫茶叶女骗局 茶叶女骗局子 她骗局子干嘛呀 她补中维生素C啊 你对身体很好的吗 你关心骗子身体干嘛呀 茶叶女骗局是一种真实的骗局 一般是骗子会假扮成一个年轻的女孩 来骗我买她爷爷种的茶叶 这样咱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很简单的 第一部骗子会来加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是吗 加我的微信 对 你好 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的微信啊 你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去电线杆上找微信 你干怎么样嘛 编一个正常的理由啊 你比如相亲什么的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微信 王阿姨跟你是病友啊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王阿姨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你 你修电线的样子好帅啊 我不会修电线啊 你好 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的 我是李阿姨 我不想跟大姨相亲 正常聊天就可以了 我来我来 美女 你今年多大了呀 今年是人家的本命年呢 你才24啊 人家72了啦 你这还是李阿姨啊 你得是个年轻女孩 咱俩得暧昧 暧昧起来 小哥哥 人家现在还是单身呢 请问你单身吗 哎呀 这个人家现在也是单身呢 我去 你也单身了 咱们公司是不太 这不太 哎 啥时候的事啊 不是本来不是挺好 我在学什么玩儿啊 国仔 咱俩在演戏 你不要随便打破这个第四组墙 好不好 咱俩在演戏 你是一个骗子 我是骗子 骗子这会儿呢 一般也会发一些照片 发一些照片来诱惑我的 对对对 小哥哥 你仔细看哦 人家是第六节腰间盘突出呢 X红片啊 傻瓜是何词共振了 谁问你了呀 小哥哥你看 就是人家在冬奥会的闭幕室上 扮演的冰敦敦呀 这也看不见脸了呀 你就说像不像吧 像有什么用啊 你为了骗我 你至少找一个那种 大美人的照片啊 美人 小哥哥你看 这是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铜马桶的照片啊 这也不美吧 庞老师 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就你这么说 虽然很难反驳 但是也骗不到任何人吧 真的吗 真的 不要眼冰敦敦了呀 继续骗我 骗我 小哥哥 人家最近心里非常的难过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子一般为了博取同情 要开始卖惨了 我爷爷总是一个人 自己在老家很孤单 我想到此处心里很难过 所以就要去马尔代夫散敦兴 你去什么马尔代夫啊 你心难过吗 你应该回老家陪爷爷呀 回老家陪爷爷 你应该在老家 在老家 对 这时候骗子会一般发一些视频 假的视频 假装证明自己在老家 出门是吧 对 小哥哥 小哥哥 你看人家今天出门了 你这是在哪儿啊 我这不站你旁边呢吗 你应该在老家呀 回老家看爷爷在茶山上 茶山 小哥哥 小哥你看 这后面就是我们家的茶山 下面就是登山的人 这边就是珠峰的大本营 喜马拉雅山呀 那么冷的地方能种什么茶叶啊 红茶嘛 冰红茶冰红茶 好烂啊 你好歹去一个正经的茶山呀 你就这么说 你说小哥哥 你看 你看 我爷爷在舞仪山 小哥哥 小哥哥 你看 我爷爷在仪山 你爷爷有这么厉害吗 子子孙孙无情愧 爷爷说了 只要一代一代 一下去总能成功的 你为什么突然给他们上课啊 爷爷的精神感动了上仓 爷爷现在等来了三胎政策 你不要再随便窜开古代语言了 现在这个骗局已经完全乱了 这个骗局本来应该是 你假扮一个年轻的可怜的姑娘 然后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这样才能博取到我的同情 茶叶女骗局归根结底 其实是一个情感骗局啊 你早说是情感骗局啊 就是我是一个女孩 我爷爷是种茶叶的 我爷爷最近爱上一个绿茶 你这全都乱了 你这说的都什么东西 咱俩这样 还给大家科普骗局呢 你自己都没弄明白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信息 你多少吸收一点啊 你说的那些信息 哪有书画侮辱糖牛奶好吸收啊 那倒是 书画侮辱糖牛奶 怎么这么好吸收 说到什么了 说到你爷爷种茶叶很辛苦 我爷爷种茶叶这么辛苦 那你就买点茶叶支持一下吧 大家注意啊 这是骗局的最后一步了 一般到了这一步 如果咱们真的打了钱给骗子 咱们就上当了 骗子就会找理由消失了 转账五千元 到账五千元 飞碟 你鞋子开了 你妈不在那边 那我去这边 你回来没让你这样消失啊 谢谢大家 太喜欢了 这后太猛了 太喜欢了 最后咋消失了 都是俩身边的什么 跟你们说在台下 我坐在那儿也紧张 那我的目光又很难 不被成龙大哥吸引 对吧 他前面呢 通过智盛啊 谭警官 他已经就是 觉得好玩这东西 所以王建国和庞博上来的时候呢 大哥是很想听一听的 就是很集中注意力 到电线杆那里就丢转了呀 杨幂在旁边还解释了 他说有一些那个不好的广告的电音啊 等到冰红茶的时候 杨幂说这是什么东西 哎呀 好 刚刚这个植入猝不及防啊 我们来正式的感谢一下我们的客户 蚝油蚝油梗 快乐不用等 感谢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蚝油独家 滚冰播出 无油无虑 无乳糖 咻的一下就吸收 感谢咱们这么好吸收的 书画无乳糖牛奶 联合赞助播出 买保险 上哪找 微信服务 找微宝 感谢真的懂保险的 腾讯微宝赞助播出 欢迎来到奶贱提依斯 我是杨广 挑战马上开始 广市选手 修洒登场 他必须在冥顶的时间内 征服喝下 大量的牛奶 冰的 甚至还是免费的 他开始了 不 他在 鸡鞋蛋 他真的开始 还能刺不得买 还笑完的 又吻吻他的胃 此刻他仿佛不是 依然在干动 不过他本人 依然是来生 像这样 空腹喝冷着 和大量喝 他的肠胃 一定很难受 书画 在我们喝都舒服 LHT专利水减技术 五乳糖 超好吸收 书画好吸收 营养不相救 更适合中国人体制 自家人 普遍自家人 接下来要上次 弄个事 讲得很好 我们把李承轩这样幸福的榜样往后放 其实因为前面调侃了很多我们公司婚姻不幸啥的 再次强调 只是我们个人的原因 还是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入爱情 这个我的祝福 你们爱听不听吧 但我们公司还是有那个很幸福的 大家还记得吧 脱口秀大会上 要么刘培玉结婚嘛 非常感人 这个刚领证不久 也正式地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们婚恋专场 怎么能不请他们呢 接下来有请杨蒙恩 以及他最好的朋友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是孟恩 我们的组合名字叫杨 孟恩 我们这个组合的特点就是名字特别好听 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女生没有姓名 不是 别别别 这个啊 蒋曼财不用这么尖锐了啊 这样 我前两天不是刚领证吗 但是就是一想到后面还要办婚礼 然后非常麻烦 我就头疼 这个简单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医生 他治头疼特别厉害 你治我头疼干嘛 重点是办婚礼 这样你陪我演练一遍 我去接亲 你是伴娘 好 我伴娘 对 你伴娘 儿啊 你可不要有了媳妇就忘了扮娘 不是伴我娘 是伴娘 婚礼也没有这么刺激了好不好 可惜了可惜了 就是我去接亲 你赌门就好了 明白明白 灯灯灯 灯灯灯 咯吱 杨梅你敲墙干嘛 门为什么要在这儿 谁在家没事站门口啊 那排练的重点也不是门啊 你回来 你回来 就我来接亲 你问我问题 假装为难我就好了 哎呀 灯灯灯 培育我来接亲了啊 来了 回答个问题吧 好 说出你十次出轨的经历 说不出来吧 说不出来回去吧 我说出来也得回去啊 问和我俩有关的问题 那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 谁在乎咱俩呀 是和培育有关的问题 那说出培育十次出轨的经历 没有的事你让我回答什么 他不知道培育 不是啊 不是啊 你说啊 你说 你说你跟我说 你就说跟我家一块 别瞎忙活了行吗 你到现场好不好 好 有帮我安排一下 这个婚礼的座次呀什么 这也是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简单 就一桌做父亲 一桌做母亲 和礼 家庭关系不用这么紧张啊 你就正常排就行了啊 那一桌做父母 一桌做朋友 他一桌做前男友 培育没这么多前男友 我前男友 我婚礼你前男友来干嘛 想他们呢 我结婚了我这辈子 行了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先安排 安排 但是这个结婚嘛 还需要一个司仪啦 公司有的是 有请司仪 李诞 李诞 李诞当婚礼司仪 就好像拆迁办 来新楼盘剪彩 说点不吉利 那有请司仪成路 这是两个拆迁办 看上同一套楼盘了呀 有请司仪 Rock Rock 观众都快忘了谁是Rock Rock 是我第一个CP呀 那他应该做你前男友那桌呀 对 来Rock坐这 坐王缅旁边 让王缅把那个吉他收一下 你娘 真招待上了 吉他收一下 来 就你来司仪好不好 行行行行 婚礼现在开始 新娘在父亲的陪同下 一步步走向了新郎 新娘请入座 叔叔跟我拜堂嘛 那叔叔回家去吧 叔叔也不用回家 那叔叔咋办啊 你老关心叔叔干嘛呀 那叔叔也挺可怜的 像这儿 你别用前男友的方式哭叔叔好吧 就正常的走那个婚礼诗词就可以了 啥诗词 就刘培玉 你愿意嫁给谁谁谁 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共度一生 就这个 刘培玉 你愿意嫁给谁谁谁 杨蒙恩 你愿意嫁给杨蒙恩 成为他的前妻 妻子 成为他的妻子 与他共度一晚 共度一生 你按词说 好好好 别这样 刘培玉 你愿意嫁给杨蒙恩 成为他的妻子 与他共度一生 无论他多么的普通 有多么的自私 不是按你的 不好词啊 行行行行 交换信物 新郎掏出了他精心准备的 定情信物 一个大招发了出去 我发大招干嘛 戒指 戒指 新郎掏出了他精心准备的戒指 准备戴在新娘的手上 新娘太开心了 摇起了花手 你不能摇花手 你摇花手我戴不上戒指 所以说让你先发个大招嘛 这样他就会有五秒的 眩晕 你玩游戏来了 你玩游戏 这是 不用真的五秒哎 喂 三 二 一 接下来 就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了 新郎要开始亲吻新娘了 音乐响起新郎掀起了新娘的头纱 将新娘拥入怀中 深情地吻了上去 哦 全场掌声雷动 李弹也非常激动 并拍了一盏灯 我用他拍灯吗 那24位女嘉宾也拍了一盏灯 我没请24位女嘉宾 纳莹老师 也拍了一盏灯 来的纳莹 你大喊I want you 谢谢纳姐 你干什么 没有 如果你们也支持这场婚礼的话 请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吧 我婚礼不用他们见证呀 这干嘛呀 请缩票 192票 恭喜杨文 晋级下一场婚礼 你能不能别瞎扯了 我就这一场婚礼 别瞎狡猾 听明白吗 就是下次结婚不办婚礼了呗 一晚上说句人话行不行 行 你第一次结婚你知道 我当然有一些真心话 想告诉你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看到效果文化的任何人 因为离婚再上新闻了 如果你敢离婚的话 请你先辞职 你挺爱中思问的 听懂了吗 唐博 孤兰 孟川 浩子 周杰伦 够了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不是 你管得太宽了 谢谢 特别可以可以非常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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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们俩第一次尝试漫才表演 还是很厉害的 掌声再次送给二位 雅仁加起来都两三个月没上台了 第一次上台演一段漫才 非常了不起 然后呢 这段荒诞又温馨的表演结束呢 我们公司的一些朋友 还是要给蒙恩送上一些吉利话的 来看一下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祝杨蒙恩 刘克玉 新婚快乐 我说个新年快乐 新年也要快乐 生日也要快乐 冬季也要快乐 生日也要快乐 沙朗春晚也要快乐 比赛 这个脱口秀没什么好看的 在中国足球这个领域呢 幽默常有 胜利不常有 珍惜胜利 接下来要上场的 好像 刚刚在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透露过 我们那个是分成了两个队 今天忽兰一队 王建国一队 大家都知道 忽兰是多么好胜的一个人 他上半场呢 四比一 但是我们临时改了规则 就是以下半场的成绩为准吧 以下半场成绩为准呢 忽兰又不知道通过什么运作 就是今天上场的所有人 都是他们队的 除了接下来的这一对漫才组合 所以大家呢 想把忽兰气死也很容易 一会儿就投票给他们就可以了 掌声欢迎小北 豆豆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们是高低组合 高低组合 高低组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今天高低要说漫才组合 就是要说漫才 就是要说漫才 今天是体育专场 来了很多体育界的朋友 对吧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小北 想长个儿 我想参加奥运会 里面很多项目我都很喜欢 比如呢 比如说奥运会的速度滑冰 需要天赋很难 奥运会乒乓球 竞争激烈很难 奥运会足球 参加女足很难 男足啊 我只能参加男足 男足别说了 别说了 奥运会四年一次 对吧 我想咱们既然要参加 来个那种男的 你知道吧 就是铁人三项 你知道吗 铁人三项我知道啊 喝酒烧烤直播嘛 那是老铁三项 铁人三项 游泳 自行车 跃跃跑 这样咱们来一下 行 那我干嘛 你当解说 我当解说 可以吧 行 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解说员小北 我们看到中国运动员豆豆 已经开始热身了 他扭了扭脖子 从床上坐了起来 从 准备热身好吧 动起来 动起来 好 三二一走 如果话都在时 中央都被抑制 外本人是汉子 及报名都一时 这热很久 一热只要一个半小时 游不动了呀 游不动 就简单 拉伸一下就可以了 拉伸一下 好 好 豆豆开始对着镜头 拉伸 拉伸自己的胸大肌 背阔肌 苹果肌 这个没必要拉伸吗 还有他的小心肌 这个赢不了对手啊 这没必要展示啊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铁人三项 马上要开始了 第一个项目就是游泳 豆豆站在泳翅旁 他戴上了泳镜 戴上了泳帽 穿上了泳裤 我穿了他 我穿了他 豆豆他脱掉了泳裤 不要脱啊 就是要穿着油的呀 游泳要穿泳裤 当然了 别想了快 好好好 这次这个跟豆豆一起比赛选举都非常恐怖啊 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 这太恐怖了 这怎么比啊 好 非常厉害 第二个是来自东海的龙王 这都不是人啊 第三个是来自日本的真子 他会游泳吗 你别我会不会你就说他恐怖不恐怖 快开始了 好马上开始了啊 运动员们已经准备就绪啊 裁判发灵枪响 豆豆应声倒地 应声入水 那个播不了 应声入水 裁判发灵枪响 豆豆一马当先应声入水 但是暂时领天的是海天蚝油 海天蚝油为什么会这么鲜啊 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那搭得真好 我的天 你要干嘛 你要紧的 这也太鲜了吧 不是你管管我 管管我 管管你啊 我我会蝶泳 你会蝶泳 会蝶泳 好啊 豆豆开始蝶泳 蝶在他下面的是菲尔普斯 不是叠在一起 不是叠在一起 换个 杨泳 杨泳 好 杨泳男28岁 青岛人 在水下突然豆豆分离前行 哪个杨泳啊 青岛杨泳啊 自由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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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豆豆一脚踹开了杨泳 自己一个人游 他都自由了 这也太多学英诚了嘛 出钱 出钱 我有个必杀技 必杀技 我用必杀技 必杀技 OK 豆豆用自己的必杀技 他开始用臂气游法 他一口气游了两分钟 接近了接近了 随着名字浮出水面 三天后 豆豆也浮出了水面 死掉了呀 死掉了呀 太吓人了呀 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你不要把我说死呀 后面还有两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是自行车 豆豆开始找自行车 他找到了 开始扫二维码 共享单车 谁打比赛用共享单车 来来来不及了 豆豆飞身上车 骑了50米 他觉得不舒服 又飞身下车 为什么就下来了呀 你没解锁呀 那我给我扫的是什么呀 你刚才扫的是 提取公鸡精的二维码 我不用提公鸡精 那我提了多少呀 没有啊 效果没给你交公鸡精 没交公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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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开心 你快跟我一起围权啊 我跟你围什么权啊 不给我交 能跟你交吗 效果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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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还了还了 好 豆豆如愿拿到了公鸡精 扫辆车继续比赛 这么顺利吗 对 三天后 豆豆死在了半路上 怎么又死了呀 你被公鸡精 公鸡了呀 你这样 你来青早是不是有点肆无忌惮啊 快继续下个项目 好继续啊 最后一个项目 最后一个项目 越野跑啊 最后一个越野跑 豆豆开始跑了 他跑了一公里 跑了两公里 跑了三公里 他从跑步进场下来了 不要练了呀 这个是不要练了 直接开始 直接开始 好 好 随着这个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啊 对选手们的体力是非常大的考验 豆豆开始高抬腿 开始开合跳 开始深蹲 开始翻肝斗 不会翻肝斗 继续往下 不会翻肝斗 好好好 在他前面是本次比赛最大的热门 来自日本的真子 真子怎么这么快 因为没有人敢跑在真子前面啊 我不管 我要超过他 我要加速 加速啊 最后五十米啊 最后五十米啊 豆豆开始加速了 他开始加速 他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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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盘会员 哪个加速啊 物理加速 物理加速 好 豆豆开始物理加速 加坏了摆臂 他双手向后 他摇起了花手 他开始嘲讽真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超过去就行 豆豆 豆豆跑得非常成功 他超过了 他成功超越了真子的第一个 撞到了终点线 yes 冠军 这次没死 好 豆豆气喘吁吁地跑到了领响台 大声地呼喊 我喊了什么 雅典胜利了 还是死了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呀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下次别演了 下次别演了 没事 没事 初一大会不能演这个 这么好笑 不好笑 不好笑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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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玩 欢迎大家来笑给我玩玩玩 接下来这对的组合也很厉害 日抛兄弟 很厉害 日抛兄弟 他们本来就打算在一起 就演一次嘛 就像那个隐形眼镜 日抛的嘛 就 但是现在就 哎 分不开了 两个人的表演风格也越来越奇怪 你就知道这个日抛的隐形眼镜 带久了呀 这确实是大眼睛 这两个朋友呢 也很出色 一个是焦大的骄傲 一个是我的骄傲 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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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日抛兄弟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今天来了 有很多的大学生的朋友 这关于大学啊 咱们都有很多这个美好的回忆 对吧 对啊 逃课 补考 逃补考 补考还要逃啊 这个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是吧 印象最深的都应该是 大学毕业那段时间 大学 还能毕业呢 对吧 合着你大学没毕业啊 我那个时候正忙着留学呢 谁顾得上这关心毕业啊 你还能留学 留学可难了 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首先你至少得挂三科 你没挂科 你就得受个重大的处分 完了你再跟老师求情 求求了别直接开除 人家同意了 这才让你留学 你那叫刘吉 哎呀 我们留学生这两年很艰苦的 什么留学生呢 就业前景很困难 因为咱们没有毕业证了 没有毕业证你骄傲什么呀 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毕业 外行 外行 不是你好好聊聊人家 就让你毕业的 我那个时候求了多少人 没有人理我 行了行了行了 是光说你自己的事情 这两年毕业的同学 人家都有一个遗憾 很多朋友真的是 没有办法到现场 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你笑话人家干嘛呀 你老实一点 不是想你自己的事情 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 再举办一次毕业典礼 给大家弥补这个遗憾 给弥补遗憾 对呀 你想啊 举办毕业典礼 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 那一般都是在学校的 大礼堂啊 或者体育馆 对吧 那咱们就在这个体育馆 举办毕业典礼 好啊 这样大礼堂就可以 腾出来打篮球了 怎么样 为什么不去体育馆 打篮球啊 体育馆要举办毕业典礼啊 毕业典礼去大礼堂啊 大礼堂要打篮球啊 大篮球有这么重要吗 有场地了 咱们请同学们入场吧 同学们入场 大家看呢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体育系 他们拎着杠铃 扔着牵球 撇着标签 向我们走来 这太危险了吧 他们高举自己的横幅 上书 还我体育馆 滚回大礼堂 何志你都没跟体育系商量啊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外语系 他们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 你好 谢谢 公系发财 外语系也不上你学外国人的口音 接下来出场的是医学系 他们打着石膏 他们坐着轮椅 缠着绷带 医学系为什么都是病人啊 他们振臂高呼 体育系 别乱扔东西 我就说这杂到人了吧 接下来出场的同学们 都抱着自己的小宠物 有小猫 有小狗 有小兔子 哦 这 这是什么戏啊 治愈戏 学校没有这种戏啊 接下来走来的是 留恋 鲁玉和杨丽 他们咋怎么来了 这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什么都是 杨丽踩到了鲁玉的脚 但是鲁玉原谅了他 为啥啊 这是 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 这 没有事 王建国 你彻底疯了 对不对 海天好友几几瓶 想挤多少挤多少 你喊什么呀 刚才大喊的同学来自广告戏 你看 广告系的同学干得漂亮 那也不如咱们产品的质量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哎呀 好了 同学们都已经入场了 现在请校长致辞 同学们 大家好 看到同学们 即将离开 今天我在这里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会说成语 你就说感动就可以了 我很感动 希望同学们释放以后 毕业以后 毕业以后 回归社会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 重新做人 好好做人 校长你上一份工作 你在社管所干过吧你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的校训 三段一场选最长 什么 你们这 全学校都靠懵啊 最后 预祝大家 补考成功 没有人需要补考啊 哎 选最长啊 什么最长啊 什么破校长啊 接下来我们请 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大家好 我来自生物系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警察 我想帮他们除暴安良 所以我毕业以后 马上就会成为一名警犬 你成为不了 什么嘛 你一点生物知识 也没学会啊 我看 你生气 没有用啊 都行的 不是 不是情绪的问题 请下一位优秀毕业生 怎么 怎么 怎么没有声音啊 大家好 我来自航天系 航天系也不用穿宇航服来吧 别碰 这个很珍贵的 这个宇航头盔有什么来历吗 35一天 你租的呀 同学们 我们航天系有一位前辈 叫阿姆斯特朗 他有一句名人名言 向前一小步 闻名一大步 什么 不要在月亮上上厕所啊 大家好 我来自体育系 我体育系 但是我支持在体育馆 举办毕业典礼 只要校领导有需求 在我的婚礼上办都可以 什么呢 那个警犬你来看一下啊 这才是真的狗啊 是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个毕业生都发言完了 接下来请校长 给各位颁发毕业证 同学 校长好 校长好 要毕业证吗 怎么办假证啊 来来来来 校长能给你搞到真的呀 废话 把毕业证给我就好了 同学你好 这是你的毕业证 这个证怎么这么大呀 寓意你以后的人生要正大光明 正常的毕业证就好了 同学你好 谢谢校长 同学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张纸 能够对折七岁以上 只我的毕业证 行了行了 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了 很开心 我们最后一起 同学再来合一张影吧 记录我们人生中这个重要时刻 我们同学们都会开心地 把这个学士帽扔到空中 接到这个学士帽的人 就是下一个毕业的人 没有婚礼呀 你扔学士帽就好了 你怎么不躲呀 不是 学士帽不是回旋标 很危险 正常扔就好了呀 你事情这么多 正常扔 你扔一个咯 你会扔你扔一个咯 不是很简单 你就哎呀 毕业咯 没有精权啊 回来啊 还没有羡慕呢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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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演了 观众再给 看完这个毕业典礼 是不是觉得 没有毕业典礼 也挺好 黄建国一开始 让他演警犬 他还羞涩呢 说那晚上 我怎么能演 我不会演 你谁都搞事 漫才组合 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上 已经有多队漫才组合了 有那个国仔彭博 有小北豆豆 还有杨丽和杨门恩 他们经过了一阵 这个排列组合之后呢 发现已经不想讲 脱口秀了 觉得漫才太有意思了 是吧 现在呢 每个人都想讲漫才 但是梗就这么多 这个舞台又招不下 他们现在呢 破天荒的 我这个 可能恕我眼界窄吧 我还真的在全球范围内 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 让我们来看看 三人漫才是什么样的 有请杨门 杨丽 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我是杨丽 我是杨门 我们是日刨三兄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我们最近啊 其实有一点担心 我们就感觉这个脱口秀啊 是越来越难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如果有一天 咱们不做脱口秀了 你们还想做点什么 我想做个好人 你现在其实也还可以了 那我想做个好女人 杨门想做点什么呀 我也想做个好人 我也想做个好人 你不要 你不要学人家呀 你说点新鲜的 那我想做一个啄木鸟 你做什么啄木鸟 你做不了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一天咱们不做脱口秀了 咱仨是不是能一起 做点生意什么的 比如我觉得咱可以开个饭店 可是我想开的是餐厅啊 可是我想开饭馆啊 咱仨想开的不一样 咋办啊 咱仨想开的一样啊 不是不是 咱现在就可以这个演练一下 这样这样 我来演顾客啊 我来演顾客 那我也演顾客 那我也演顾客 都演顾客开什么店 我来演顾客 你俩演电源 电源 不是这个店员 就是正常餐厅的服务员就可以 服务员啊 叮咚 欢迎光临 欢迎下次光临 给我赶走了 让不让人吃饭 就正常进来就可以 你得给我引座啊 正常进来 坐这儿 请坐吧 一个人 有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其实 这是一个 大长椅 我要什么大长椅啊我 那它还是一个 翘翘板 我一个人 我做什么翘翘板啊我 哎呀 我俩可以陪你一起 你坐呀 我就坐这儿吃个饭 你俩在我对面干什么 我这样怎么吃饭 你们这儿怎么 没有翘翘板 正常餐厅 它不是什么翘翘板 正常一点 坐下来 就点菜就可以了 服务员点菜 他点菜 太娇羞了什么劲儿啊 对啊 我看看谁敢点菜 你哼什么呀 不是正常的服务员 我说你们记就可以了 那个服务员给我来一个 鱼香肉丝 一个溜肉串 你写它手上干嘛呀 你不用写它背上呀 而啊 长大可一定要记住 鱼香肉丝啊 他长大鸡这个对他有什么帮助吗 对呀 哎对你们店里有充电宝吗 哦 一份红烧充电宝 我不吃充电宝呀 哎就是手机没有电了 给我充电宝 啊你给我就行了 哦谢谢 满了 太吓人了呀 真是 哎行行行 菜点完了菜点完了 有时候那个客人会催菜的啊 那个你们要灵活的应对 服务员我赶时间帮我催一下啊 快点吃 赶时间他就是说话 那你自己大来 你催我干嘛 你催后厨啊 哦哦哦 一号厨的一张肉丝好了吗 还没做呢 马上就好了 你骗我 你好歹背着点人啊 哦 一号装厨的好了吗 他没做呢 马上就好了 不是这样背人啊 哦 马上就好了 行行行行 现在餐饮行业竞争这么激烈 那个咱们开一个饭店 你觉得咱们店里有什么特色吗 有啊 我们这儿的人特色 小伙子 不是 不是这种特色 不是这种特色 是跟别的饭店能有一种 差异化竞争不一样的那种 哦有 我们这儿的上菜方式很特别 哦 你知道很多饭店是这样上菜的 这样它的大拇指 就会倒到客人的菜汤里 多不卫生啊 所以我们的饭店 是这样上菜的 这样不是更不卫生了吗 但是它的大拇指很干净啊 我要这么干净的大拇指干什么呀 方便给你点赞呢 点什么赞 吃饭不需要点赞 我需要那种饭店里 有那种独一无二的特色 哦有 本店有 海天好游 独家惯名 海天好游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给你点赞哦 不用给我点赞 行行行行 那个 开饭店偶尔也会遇到 一个那种突发情况 我觉得你们作为服务员啊 应变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 也很重要 要注意啊 哎 服务员过来 怎么了怎么 你们这个菜里怎么有虫啊 哦 菜里有虫 对啊 怎么办啊 就就好 都不知道 赶紧菜里有虫 喂 你们家外卖为什么有虫啊 下次不点你们家吧 就是 你给我点外卖啊 就是你们家店里菜里有虫 你得给我处理一下 哦 哦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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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死了吧 真是 这也太危险了 有没有环保一点的方法啊 哎呀 我知道了 虫 退退退 环保 你这做法有什么用啊 这不虫还在菜里吗 你给我处理一下 虫 你怎么被它吃了呀 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想当一个啄木鸟啊 没有啄木鸟 没有啄木鸟现在 算了算了算了 什么店 不吃了不吃了 给我结账吧 我想你们菜里有虫能不能给我免单啊 哦 不好意思先生 不能免单 但是能把店过户给你 我们要把店送出去啊 就是你随便送点什么 能安抚一下客人的情绪就可以了 哦 那就送你一句祝福吧 这也太轻了吧 那就送你一句重重的祝福吧 中全家幸福 你的祝福 为什么向他骂我呀 你就随便送点什么东西 能让我开心就可以了 那就送小宝吧 我瞅你这孙三 还不要人当啄木鸟呢 啄木鸟 抖你了 什么东西 没有啄木鸟 开店子为什么会有啄木鸟 我觉得你俩这样 咱是没法开饭店 怎么弄啊 就这样 我来教你们好不好 你们两个来演顾客 我来演店员 我教一下你们 我来 太羞恥了 演正常的顾客就好了 你们就来我店里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好好 欢迎光临 有人 不是小头 演什么小头啊 就正常来店里吃饭 光明正大的进来吃饭就可以了 欢迎光临 感恩施主 你和否有一些饭菜 不要来画园啊 什么 你俩就演一对正常来吃饭的情侣就可以了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 你这还是和尚 不是说了演情侣吗 圣僧 女儿没 她俩不是情侣啊 真是 我们跳过这些常规的环节 就直接来排练一下那些突发的情况 你们来看一看 我作为一个服务员是怎么处理的 好不好 突发情况 啥突发情况 就是那种饭店里不太常见 但是一发生就会很严重的那种 哦 我明白了 碰 都不许动 这也太不常见了呀 把我的鱼香肉丝浇出来 没有这么催菜的呀 两百零儿给两百不行吗 就两块钱 两块钱不用这么极端啊 就是很正常刚刚演练过的 就菜里的问题 解 啊我明白了 你这个菜里怎么没有虫啊 菜里为什么要有虫啊 哎呀 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呢 以为我想当一个啄慕鸟啊 没有啄慕鸟啊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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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紧张了 应该都这么小 就是那一下 不是 我忘腿吧 洗话腿了对吧 掌声再次送给三位 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漫才 这个组合里呢 是一个人负责装傻 另一个人负责吐槽 像国仔跟磅礴 那就是国仔装傻 磅礴吐槽 刚才这个也很明显吧 就是杨门和杨丽装傻 然后磅礴吐槽 但是他们俩演得太逼真了 是不是 有点真傻的感觉 你们是根本没有发现 杨丽中间数度忘词吧 因为太傻了 就感觉那个人物 就是不应该记得词 还是很精彩的 很厉害